3.經濟一周,意外減失家園在展迪郎 2015年7月18日蓄食外圍區 P110外匯分析李維芬本周六國就醫核問題正式達成協議 根據協議,美國、歐盟和聯合國將解除對伊朗實施的制裁 援取該國同意對其核項目的長期監控 歐元對美元湯深路透希臘議會投票通過總理齊普拉斯簽訂的債人協議 暫時避免脫鬧惡運 歐洲央行以及歐洲其他國家政府需要向希臘提供更多的緊急流動性 市場人士對此已失去信心 歐元下滑,現時1.1乃重要阻力 投資者可於接近此水平時估出歐元 下望目標1.06,美元對瑞朗湯深路透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耶倫承諾今年內將加息 美元重新轉彈,加上歐元走藥,瑞朗只好反覆效行 從周線圖可見,瑞朗已跌穿5月以來支持位0.95水平,顯示後市將繼續走遠 投資者可於約0.947估出瑞朗,短期料測試0.985 中線不排除瑞朗跌穿評價,超1.02進發,美元對入元湯深路透日本央行本周維持貨幣政策不變, 繼續以每年80萬億日元的部分來增加貨幣基礎 此外,日本央行將2015年經濟增長預測從2%下調至1.7% 核心通貨膨脹目標則從0.8%下調至0.7% 數據欠樂觀趨勢,入元張反覆效行,於約123.5估出,首目標126,次目標128,英鎊對美元湯深路透英國統計局 數據顯示,截至5月至3個月包括紅利的平均工資年率增長3.2% 創2010年初以來最快,印證了英倫銀行行長卡尼的觀點, 他表示英國加息時間越來越近,英鎊1度升至接近1.57水平, 磅匯將於1.53至1.58之間橫行,可於此間採取高沽低買,破壞止死的策略, 澳元對美元湯深路透澳洲薪資停滯,失業率高於美國,以失去吸引力, 加上澳洲人口成長面臨九年來最緩慢曲線,對貨幣政策形成更沉重的壓力, 經濟學家預期澳洲央行必須再降息,現時利率已降至歷史低點兩離, 澳元將繼續下跌,可於0.75水平之想估出,短期向下測試0.7至0.72, 美元對家園湯深路透加拿大央行本州以外地將基準利率下調25個基點至0.5%, 而油價不斷走低的預期,也進一步拖累加國經濟增長, 市場人士預計於九月份或再次降息,則不是家園已跌破2009年4月以來低位, 可趁反彈於1.28邊緣沽出家園,中線目標1.33, 如想查閱民中港股報格及相關互聯網連結,請按頁面右邊, 李惠分實得期貨及外有限公司總裁作者主要從事證券, 外匯及黃金投資工作,另入民政事務局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 僱員在培分局金融服務業技術顧問,創意香港評審委員會委員, 香港教育學院校董會成員及財務委員會委員, 以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常務會董與財務委員會委員, 作者電郵